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漲碟密碼 我是蔡佑達 台股今天拉尾盤收漲154點 收在15420 成交量為2336億元 盤是如何分析現場 為您邀請到了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 頭顧張宇明分析師 右邊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旁邊上的觀察先來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 今天漲了154點 新春開盤漲560 昨天拉尾228 今天又漲了154點 那未來行情如何研判 大盤很簡單 看四條線 這四條線看懂 你就知道怎麼操作了 我們看這四條線 大盤有四條線 月線 季線 年線 半年線 這四條線的排列 還有一定的遊戲規則 這四條線變化其實很多 你要看得懂 那我們目前大盤四條線的排列 年線在上面 月線 半年線 季線 年線 月線 半年線 季線 這到底什麼意思 為什麼昨天會拉回 碰到年線的壓力 年線目前是往下的 那我們這四條線有很微妙的一個排列變化 我們看一下 那什麼叫大多頭排列 就是月線在最上面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年線 依序排列 這叫大多頭排列 那大空頭就倒過來 年線在最上面形成蓋頭反壓 像目前大盤就是年線在上面 接下來半年線 季線 月線 代表什麼 頭這邊買越久套越多 這當然是很不利的 這形成成層層的反壓 那股價跌到月線以下 那我們說大多頭排列是為什麼很安定 因為月線在上面 季線 半年線 年線 股價拉上來怎麼樣 形成怎麼樣 買越久賺越多 這籌碼就會很安定 這兩個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 懂意思嗎 這叫大多頭排列 短天期到長天期依序排列 這剛好相反 大空頭排列 長天期到短天期倒過來排列 叫大空頭排列 好 那我們現在大多頭排列在哪裡 在這裡 去年從12000漲到18000 歷史最高點這樣 最上面月線 有沒有 季線 然後半年線 年線壓在稅下面 年線是不會跌破的 所以這叫大多頭排列 一%就創歷史新高 這樣懂意思嗎 那反過來大空頭排列 那就慘了 大空頭排列就很糟糕了 因為它籌碼非常的不安定 報越久賠越多 越長的線壓在最上面 所以這非常的不利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啊 年初就是啊 2022年年初就是人 之前形成六個死亡交叉 月線破季線 月線破季線 月線破年線 季線破半年線 季線破年線 半年線跌破年線 最後一條沒有畫 半年線跌破年線 六個死亡交叉之後 開始怎麼樣 形成年線在最上面 半年線季線月線 要要想大空頭排列 對不對 報越久怎麼樣 賠越多 年線最上面啊 股價在這裡啊 一年的人賠很多啊 對半年人賠在第二多 季線賠第三多 這個月線來賠最少 報越久賠越多 形成所謂的不安定的一個籌碼 這叫大空頭排列 懂意思嗎 所以這種行情要看不懂 不可能 你到股市來 你學技術分析 最基本上的就是這個啊 所以我們去年的年初 如果你這個行情看不懂 然後你賠很多錢 說真的我覺得這非常不應該啦 這怎麼可能看不懂呢 那怎麼會賠那麼多錢呢 不是嗎 去年跌掉4482點 很多人賠得很慘哦 蔡愛民從年初在做什麼 我2172就開始放空了 我2122全部都空單了 就一路給它空下來 這才是正確的 那如果你倒過來做 那一定賠得很慘 所以我們這個不應該做錯的 就像小學生的數學一樣 一加一等也一樣 很簡單的 不可能做錯的 所以我們去年這個行情 如果很多人做錯 那真的是非常不應該 因為他把均線 把這個 四條線的變化搞不清楚了 好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大盤現在的格局 有人說 大盤這波上去 又要衝到歷史新高 甚至上2萬點到3萬點到5萬點 到底有沒有可能 你看均線就知道了 它有沒有形成所謂的大多多排列 年線在最下面 半年線 季線 月線 對不對 形成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抽碼 那如果沒有 沒有要怎麼創高 不可能啊 懂意思嗎 好我們來看有沒有 沒有啊 年線在最下面 結果我們現在年線在最上面 年線 接下來呢 月線 半年線 季線 這是不規則排列啊 懂嗎 你要打仗 你的陣型都還沒整理好 你怎麼可能打勝仗呢 陣型還亂七八糟 一旦打仗一旦 砰 開始打仗 自己殺自己人了 子彈打到自己人了 不規則的排列嘛 看懂嗎 這就是不規則排列啊 哪有年線在最上面的 年線應該在最下面嘛 不是嗎 所以目前的格局是年線 月線 半年線 季線 這完全是不規則的 那完全不規則 請一下 到這邊 有人跟你說 創歷史新高 我聽你在規則 沒有這種東西啊 不是嗎 這邏輯是不通的 那表示什麼 還是要反覆震盪 讓這個線啊 那年線出上面 年線要下來啊 年線要下來到下面還很久 所以我們說這個盤 你說馬上要大漲 要創歷史新高 我聽你在規則 不可能 這樣懂意思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很多人搞不清楚 當你懂這個邏輯了 你就不會這樣想 你就知道說 2023年的操作 充滿了難度 它反覆的震盪修正 所以沒有你想那麼簡單 好不好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 股程系統 沒錯啊 他告訴你格局就是不對啊 就是一個空頭反彈而已啊 沒有錯嘛 高檔有沒有跟你提前轉空 有啊 那表示這是正確的嘛 好 電子股也一樣啊 就是個空頭反彈而已啊 第一條線 趨勢在空方 趨勢最大嘛 籌碼動能反彈 就是空頭反彈 呈現粉紅色的格局 高檔有沒有提前你轉空 有啊 那就是正確的嘛 好不好 不然台積電格局也一樣 請問這是算先翻多嗎 沒有啊 高檔你有沒有跑 有啊 高檔在這裡啊 不是嗎 這什麼格局 最後一段就是斜入第五波嘛 股價重新高688 區域線拉不上去了嘛 只有轉空就崩下來了嘛 那目前就是空頭反彈 這樣懂意思嗎 這架構是非常清楚 非常簡單的 沒有什麼疑慮 就像這個格局一樣 你看股權系統看不懂也沒關係 你看這個一般的K線 高2.688 低2.370 反彈目前有什麼 就大概一半而已啊 沒錯嘛 就大概一半啊 所以這一波線還是跌了46% 目前大概反彈一半 那我們說這是一個空頭反彈而已 上面套路充滿還非常多 那我們看台積電的排列 來 年限最上面 月線 半年限 季線 跟大盤一樣啊 這格局根本就不對啊 不是嗎 它不是一個大兜頭排列嘛 那怎麼可能嗎 衝很高都沒有煞車 不可能 所以它還會反覆的震盪 你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的解盤始終如一 沒有改變 這股市的技術分析 本來就這樣講 不然怎麼講 所以如果沒辦法 不然你講一套理論給我聽嘛 舉例子給我看嘛 那如果你講得出來 我也佩服你 你可以鬼扯這樣 我也佩服你 那本來技術分析就這樣講 不然怎麼講 這是不規則的排列啊 沒錯嘛 所以你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這是我簡單的說明 所以我們要配合這樣 才叫大多頭排列 所以我們現在大盤 這個台電都一樣 年限在最上面 年限在最上比較像空頭啊 這個限制下面是完全不規則 年限 月限 半年限 季限 完全不規則了 所以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消息 12月28 台積電十大客戶起砍單 如果景氣這麼好 為什麼要砍單 表示他們的客戶景氣沒有很好啊 景氣不好才要砍單啊 不是嗎 所以有這麼好嗎 有這麼理想嗎 好像沒有 對不對 好 半導體各國生產 群雄並起 現在大家發現了 半導體真的很重要 每一個國家都要做半導體 當然技術有層次的一個差異 但相對反過來思考了 當然每一個都要建半導體了 那我還想要跟誰下單嗎 不一定 我自己就來啦 我要幹嘛跟你下單 當然不是一時一刻啦 未來這個行業的景氣 可能就沒有你想那麼好 為什麼 太多了嘛 功過一求了嘛 懂意思嗎 當然功過一求 後面當然就是比較不好了嘛 滿街都是7-11了嘛 那有什麼了不起呢 不是嗎 2021年年底 全球452座金圓廠 去年2022年 蓋了84座 都這邊 這樣飽和飽和又飽和啦 那如果你碰到景氣很好還算了 一旦碰到景氣下滑完蛋了 這麼多金圓廠要幹嘛 有這麼多生意嗎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景氣到底好不好 來 最新新聞 高盛才3200 亞馬遜才18000 美光才一城 小米砍5000人 這都是國際大廠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一直砍人 如果景氣那麼好 幹嘛砍人啊 真人都來不及來砍人 不是嗎 那為什麼在國際大廠 拼命的砍人 你想看 歷年來最大裁員 高盛啊 不是嗎 新聞都登出來 不是亂講的好不好 特斯拉也要裁員 奇怪了 蘋果也要裁員 半導體也要裁員 IC設計也要裁員減薪 奇怪了 那這景氣有這麼好嗎 景氣沒那麼好啊 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不是嗎 各行各業都是一樣的現況啊 不是嗎 今天的新聞21號 全球手機出貨10年新低 好不好你告訴我 那好怎麼會10年新低呢 這報紙不是我印的啊 這今天登出來 這不是我印的啊 這清氣日報啊 不是嗎 2023年景氣不確定新高 特斯拉要削減成本 那如果這麼好 幹嘛削減成本啊 你的擴大資本支出啊 不是嗎 那表示沒有那麼好嘛 好不好 外銷訂單人 恐怕連五黑 這台灣的新聞 今天的 經濟日報登出來 連續五黑啊 我們台灣潛碟型的市場 靠什麼 靠外銷 經濟體太小了 2300萬人而已 靠什麼 靠外銷爭取訂單 外銷連五黑 那你告訴我 景氣好在哪裡 那台股要衝去哪裡 不是嗎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小心 這是我們 當然我這樣講是最笨的 每個人都說 我明天我股票要漲停板 你趕快加入 今天打五折 這樣才受到貨員啊 但是我們不願 不願昧著良心講這些話 我們還是要把我們的 真正想講的話 講出來 有沒有受到貨員 都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2020年很難做 那我要跟你講 2023年更難做 在反路打底的過程裡面 很多股票輪動也非常的快速 你掌握不住它了 懂得是嗎 你可能一買就是高點 超商量很小心 好 那我們大盤的格局 空投反彈 周線 一空兩多就空投反彈 虛線在空翻嘛 高檔轉空沒錯嘛 這正確的 那我們說要配合什麼 配合在民股市語錄 第600則的講法 日線周線的變化 日線為主 周線為虎 那我們周線目前就是空投反彈 日線呢 日線有啊 日線是三線翻多沒錯啊 可是怎麼樣 第三線太短 架構不全 你只有三個腳 有一個腳特別短 這做起來勢必是不穩定的 懂意思嗎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很小心 這是我簡單的說明 好 看這個金融股 產險去年虧190051 金融三列虧了 少賺了4557 這去年當然是不是很好 但是你看到這消息的時候 金融股很保守 你才會買金融 已經跌掉31%了 目前在低檔整理 怎麼樣 去年一整年 你有沒有聽張宇明跟你說 我看好金融股 我要買金融股 我要帶會員去買金融股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只要大盤轉空 勢必金融股會受到拖累 第一個金融股本身也有買股票 金控也買很多股票 壽險對不對 第二個呢 整個景氣下滑 勢必他的金融的消費能力 也都會降低 包括你刷卡也降低啦 包括你這個貸款可能也減少啦等等 所以只要大盤下來金融一定會受到拓累 金融果然下來 所以在去年一整年沒跟你說我看好金融 好這個新聞 上市酬勞 國去董監事將近1億 嚇死人了 一個董監事可以領1億 這是誇張到幾點 176家虧損造領 這叫肥貓 真的誇張的肥貓 那我們說股市利益在平衡 股市利益有誰 有啊 投資人你買了一張兩張就投資人 大股東 董監事對不對 這就是他們去領了 很多的酬勞對不對 賠錢的也在領 虧損還可以造領 還要領將近1億的 有沒有 國去嘛 經營者 經營者發了一種獎金嘛 那如果經營者發了很多獎金 已經發了好幾十個月大股東 董監事酬勞領1億 投資人賠了要死 請問有沒有平衡 沒有平衡沒有平衡就不好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一定要在於平衡 如果只有大股東在賺錢 只有公司啊 這個發很多年終 那對投資人是很不公平的 這是不對的 好 那我們看瑞益年終百萬起跳 百萬起跳 那瑞益呢 瑞益跌六成啊 百萬起跳有什麼用 那請問這樣有沒有平衡 沒有啊 這哪有平衡 不是嗎 哎呦 那早就轉空了 當你看到最高點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 594 跌到230 你看不出來這裡有問題 2022年的1月3號 你看不出來有問題 股神系統看得出來 真的嗎 有啊 這裡就是504 看到嗎 什麼格局 空頭格局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修正完畢 這種股票 我不會買 你要避開 你不避開就要賠很多錢 懂意思嗎 好 友達 最近來外資買很多友達 到底對不對 高檔下來到目前跌的63% 現在在低檔整理 對不對 這答案很明顯 這是對的嗎 股價大概吃幾塊 這怎麼可能對呢 高檔疊死人了對不對 群創也是一樣 很多人都買了面板股都傷很重 張藝鳴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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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有買面板股了 為什麼 我不看到面板股原因是什麼 一技術玩不過日本韓國 你現在所有的面板電視的一個技術 大部分都在日本 Panasonic Sony 還有誰 韓國 三星 LG 我們他面板要跟他們競爭是很困難 你技術贏不過他們 第二個 規模玩不過大陸 你又技術玩不過日本韓國 規模玩不過大陸 而且資本很龐大 面板廠都要花很多錢去蓋 毛利又很低 抱歉 我不看 所以我不會去買面板股 那我相信買了面板股的人 應該也是受到很大的傷害 你這線型都告訴我們 一定都賠很多錢 好不好 好 有人問說新掛牌股票 籌碼很安定 是不是可以買 很多人喜歡買新掛牌的 為什麼要買新掛牌 剛掛牌也沒有人進去 Rolling過 對不對 所以他說籌碼很安定 投資朋友問了 那是不是可以買 少人問說新掛牌的股票 籌碼比較安定 會比較會漲 是這樣嗎 我跟你的答案是不一定 甚至是否定了 不要被騙了 懂意思嗎 股市有很多的陷阱 你不小心就會被騙 舉例來 立志是不是新掛牌 是啊 1015塊掛牌 哇天啊 跌到212 跌了將近八成 那如果你錢買進去完了 你絕對哭了 一張1000多塊股票 一張100多萬 跌到剩下200多萬 對啊 1015啊 跌到212啊 跌了將近八成 你一切換進去 賠到800萬了 有比較安定嗎 他不是很安定嗎 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你不曉得大股東的心態是什麼 有人掛牌就是要賣股票 說你就是硬股票 要來換鈔票了 掛牌錢都做得很好 一掛牌開始到貨 股價慘不忍度 不然怎麼會跌成這樣呢 不是嗎 好不好 為什麼這樣你不會中獎 這格局不對 我不會去買 看懂嗎 那你看不懂你就會去買 你就會賠到八成 好不好 來 這個 彩玉 對不對 341跌到164 這跌到50% 跌五成 那你如果買進去一樣 財產一半不見了 什麼格局 為什麼不能買 空投格局 慢慢有修正 但是還沒有完畢 這空投格局股票 這高點不是低點 要避開 你沒有避開 一下去一檔股票 就是50%不見了 好 來一劫 哇 又40% 那如果你沒有避開 哇 200多塊買了 現在剩下八幾塊 賠死了 對不對 目前還在低檔整理 那什麼格局 在股神系統裡面顯示 就是不對 不對就是不要買 上市第四周 就出現轉空 就趕快避開 如果沒有避開 就賠死了 好不好 好 新冠股票有沒有比較會標 我剛剛講你就知道 不要隨便聽他鬼扯 因為那是你的錢 輸掉 輸錢的人是你 你自己不要耳根子切 要找對人 很重要 你找錯人 每天跟你亂買 亂爆股票 害死你 好 孫悟空的一段話 感動很多人 他說 當我還是一隻猴子的時候 我只能跟猴子玩 對啊 你是猴子 那你只能跟猴子玩 誰要理你 可是 他說 當我學會一身扁領 牛魔王跟我稱兄道弟 有一次 牛魔王 這個牛魔王的夫人 還芭蕉扇 還被他偷走 好 當我大鬧天空以後 各路神仙 對我畢恭畢敬 這什麼意思 很簡單 你要自立自強 你要把你的本事協會 你就不會聽人家 胡說八道了 一聽著 你就鬼扯 不是這樣 你就不會去亂買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專業提升非常重要 能力提升非常重要 如果神仙要尊敬孫悟空 是因為他去大鬧天空 他能力提升了嘛 除了如來佛 誰也抓不了他 對 最後他當然就對他畢恭畢敬 所以能力要提升 股市中文也是一樣 好不好 做對事贏一局 跟對人贏一生 能力提升 尤其在股市貪何容易 有人搞二十幾年 都沒辦法提升 那怎麼可能馬上提升 那怎麼辦 很簡單 跟對人就好了 你做對事情只是贏一局 可是你跟對人 就會贏一生 懂意思嗎 豐的方向由 豬的方向由豐決定 你的人生由你自己決定 找到一個對的人 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利基電 投資朋友 對嗎 跌六七%的 也是新掛牌 跌死了 對不對 張艾明你會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然後套在裡面 預酷無類 不會 不好意思 這空投格局 沒錯 我有買過一次賺錢出場 空投格局不要亂買 買這一段反彈 一小段我就出了 好 艾普 投資朋友 最近625 跌下來 天啊 137 這段跌到78% 這一段如果買 你覺得斷頭 艾普是不是張艾明 你最喜歡買的股票 對啊 我最喜歡做艾普 我超級愛做艾普的 張艾明做艾普 酒湯每一次都賺 沒有賠掉任何一次 最近這一次有沒有買 買了就死了買 對 百分之78%不見了 張艾明你為什麼最近不會買 看到嗎 空投格局 到目前 快要修正完畢 但是還沒有 所以這一段 我不會買 抱歉 對啊 我有買 我做九次 可是我每一次都贏 最近這個 我就不買了 這段跌七十幾泡 我就不買了 懂意思嗎 所以看到翻多再買 沒有翻多 你不要亂買 亂買也沒有用 懂意思嗎 股市高手 耐得住寂寞 經得起誘惑 如果你耐不住寂寞 經不起誘惑 每天看到黑影 就要開槍 那你就閃路 你永遠都是閃路 你怎麼可能成為高手 所以你看這樣 一段下來跌七十幾% 張艾明不會去買 買艾普 我很喜歡做艾普 可是亂買 我不會啊 不好意思啊 空投我就不會買 我坐了九趟你說我喜不兇 我很喜歡做艾普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最近都不會買 買了就死了買 買了你就掛了買 所以我這段我都不會買 懂你嗎 這樣是不是很值得信賴 讓你非常安心 本來就應該這樣 要耐得住寂寞 要經而起誘惑 這是股市高手的特性 好不好 好 華信科跌七十五%了 天啊 如果買就斷頭了 張艾明這段有沒有買 當然我不會買 來 我們看一下 原來高檔出一大堆賣信 這準備要翻多了 好像 但是還沒有 差一點點對不對 翻多了 沒錯嘛 是不是三線翻多 買艾區要出現了 對嘛 這兩個股票叫華信科 這樣一大段跌下來 一年半跌下來 張艾明這段不會買 到了今天不一樣 今天是二一 是不是三線翻多了 對嘛 沒錯啊 張艾明你有買嗎 對啊 你這段避開很厲害啊 對不對 這段沒有避開 我跟你講 這段沒有避開死 我跟你講 這段如果沒有避開 沒有避開 你看會多慘 天啊 75% 這段避開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沒辦法加下一局 那今天呢 今天三線翻多有沒有買 有啊 三線翻多我當然要買 我就等今天啊 為什麼不買 有啊 買了就漲停板了 不是嗎 有啊 一定有啊 我們今天買進了嘛 很漂亮嘛 所以該進場我會進場 不應該進場 一年我都不會進場 一年半我都不會進場 經得起誘惑 耐得住寂寞 這就是高手特性 這也是你要培養的特性 有沒有道理 股市高手就是要這樣 經得住 耐得住寂寞 經得起誘惑 好不好 高手跟賞路不同 賞路就看到黑影 就開槍亂買一通嘛 你身邊坑成為贏家 好不好 有問題 把詹愛明書 帶回去看 建立正確投資觀念 小蘿蔔 25006999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展 記得留下電話 詹愛明快速回答你 時間叫誘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議廣回來 繼續請張老師 幫大家來分析 東盛粉絲耐手機 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er 說你是東盛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詹愛明會儘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er是免費 說你是東盛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愛明會儘速回答你 歡迎您回到講點密碼 再把時間交給張老師 好的 股市高手要耐得住寂寞 要經得起誘惑 舉例一下好了 來 南電營收創新高 哇 這個營收不斷在創新高 很多人當然不是最後才發布 你會看到年初一直發布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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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不住寂寞的人 經不起誘惑的人就追進去了 他追進就死了 賠六成 賠六成 賠七成一大堆 最後的人生就一塌糊塗了 懂意思嗎 所以不能買錯股票了 因為錯誤的股票是不能買的 張愛明你有沒有買過 去年202年有沒有買過 沒有 不好意思 我從216跟大家提醒了轉落 到年底我都沒有買過 那如果買了 買了就掛了 看到嗎 那目前呢 對不起 還怪力很大 目前呢 怪力很大 目前呢 怪力很大 所以ABF三雄說真的 上半年原則上我不會看好 當然會不斷修正 所以他將來犯多了 修正上來犯多 如果沒有 沒有 這個就不用看了 不會有什麼大行情 好不好 好 鴻海呢 一整年過去了 這還免不會去買鴻海 馬上你就哭了 為什麼 格局不對嘛 看懂嗎 所以不管發什麼力多誘惑 你已經說算性高 我不會被他騙了 不不好意思 高手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金而起誘惑 你才能夠成為高手 好 新唐呢 這一看就知道這不對 你要花多久 一秒鐘就好了 你要花多久 哪有那麼多美國時間 你早就該跑了 不是嗎 不是今天再來後悔 不是嗎 好不好 亞太呢 古巴元 來看一下亞太 這隊友 隊友就會買 買了就會賺錢了 有多困難嗎 不會啊 就有方法有技巧而已 好 鋼叔呢 鋼叔又三千萬多了 對啊 三千萬多了 沒錯 日線週線都三千萬多 那我就會買啊 買了或許將來又有大錢賺了 對不對 這樣就對了嘛 好 華新科 投資朋友 跌了一年半 我買進去跌75% 因為預庫無類 懂意思嗎 那如果買點出現 當然這段我一定有避開了 好 那如果買點出現 欸 真的三千有翻多 沒錯啊 馬英雄要出現了 這種股票我就會買 真的嗎 有啊 買了就漲停板了 你多久沒看到華新科漲停板了 為什麼我買了就會漲停板 為什麼在你過去一年半都不買 今天才買 有啊 這有答案啊 答案就在這裡啊 所以我過去一年半不會買 這買進去就完蛋了 等一下就賠死 好不好 好 人的吃上很重要 多跟善良人同行 多跟真誠人同路 多跟正能量人來往 張愛明就是善良人正能量的人 我想這樣光明的心胸 坦蕩的心胸 多做好事 幫助弱勢 孝順父母才能夠稱為 有能力來引導別人的人 這樣懂意思嗎 好不好 來 小老鼠A25006999 這都是ID嘛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上來 記得留下電話 有問題就發上來 不要客氣 我們來先交給佑達 好 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之各表家證券 誤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東森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就一併留下來 張艷明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艷明會盡速回答你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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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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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